10月21日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 欧洲议会日前通过的所谓欧盟 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 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性质十分恶劣 中国全国人大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声明强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事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上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我们强烈敦促欧洲议会 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立即纠正错误言行 并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发展 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21日发表声明表示 我们敦促欧盟有关机构谨言慎行 不要随风起舞 不要玩火 不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切实履行欧方在台湾问题上做出的公开承诺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巩固中欧互信与合作 确保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针对欧洲议会日前通过所谓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欧洲议会通过的上述报告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违反欧盟在台湾问题上做出的公开承诺 性质和影响恶劣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欧洲议会应立即停止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 停止挑衅和对抗 我们正告有关方面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1日应询表示 民进党当局勾连一些国家议员 炮制各种涉台议案 企图贴靠外部势力进行台独分裂活动 必遭失败 我们敦促欧盟有关机构 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纠正错误 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就在欧洲议会一些政客炒作所为欧台关系时 法国新南报20号报道称 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 不屈法国的党首 让旅客梅朗雄日前在媒体上表示 自己不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 他不被联合国承认 美朗雄还表达了他的总统竞选和施政宗旨 尤其是在外交层面 称法国不是世界警察 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国 有67万亿的住户 一旦的住户 没有法国 中国是一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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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我们可能会知道 而我们不是领导人的国家